左手包着纱布在远景陪同下抄灯资料 但蓝色帽子的男子惊魂未定 运就在前一刻 他被人拿菜刀追着跑又丢直汽油弹 这一炸不仅旁边三个保鲁笼箱烧焦 他的手臂也被波及灼伤 警方货报道场将嫌犯依照现行犯逮捕 也将伤者带回作笔录 状况就发生在六号晚间七点多 台北市虎林街永春市场 附近摊商当时都在收东西 突然看到角落冒出火光 两名男子争执拉扯 赶紧向警方报案 而警方调查涉嫌纵火的42岁理性嫌犯 疑似怀疑自己的妻子 与43岁成姓男子有一腿 就会跑到对方做声音的地方谈判 公众生要把感情纠纷的事情说清楚 没想到一言不合 两人爆发口角 嫌犯拿着菜刀沿路锥 还拿装汽油的玻璃瓶乱砸 现场燃烧大约0.1平方公尺 索性火势不大 很快就被扑灭 没有波及其他摊位 但是三个人的感情问题 这回闹得市场也不得安宁 嫌犯落网之后被公共危险 伤害恐吓罪嫌法办 无论是不是想挽回旧爱 还是想跟对方摊牌 已经有裂痕的感情 又发生这样的冲突 恐怕又多了一道伤疤 TV Vision台北总统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在线调支配下载TVBS提 impeT